4日,蓝州城关区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 3日,网上反映城关区白土像有工作人员 在社区空气质量微观监测站周边有洒水等行为 城关区政府已成立调查组,责成相关单位开展全面调查 目前,调查组正在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处理 此前,网络平台上有视频显示 在甘肃蓝州城关区草场街街道白土像 一辆小型喷雾车停在一个疑似式检测 大气环境的仪器旁喷出水雾 另有三人站在仪器下 其中一人手中拿着东西对着仪器扇风 有网民质疑喷雾扇风的意图 是否是影响大气环境检测仪器的检测数据